你会武功吗 不会 你以前在哪里当差 我家住西郊西水村 昨天才被买进来的 是一个叫做楚西风的大哥哥带我来的 让他交代你什么了没 让奴婢听王妃娘娘的话 他说把王妃娘娘伺候好了 娘娘会给种上 王妃娘娘 院门口来人了 说你有客人 谁啊 嬷嬷说是贵客在课堂等了 是什么少将军和太医 他说的太快 奴婢没听清 微臣参见秦王妃 王妃娘娘起下 免礼坐吧 王妃娘娘 今日微臣是特来搭谢救命之恩的 赶紧平身吧 那日不是谢过了吗 那日是那日 今日微臣是正式来拜谢 微臣无以回报 他日如有需要微臣之处 请王妃娘娘一定开口 好吧 顾太医 我看我也得好好拜谢拜谢你啊 王妃娘娘 使不得 其实 在下前来是 那毒 是我秀出来的 秀出来的 嗓子的鼻子真厉害 慕容姑娘客气了 赶紧平身 嫂子 你还怪我呢 对不对 我都求你了三回了 你好歹听我解释解释呀 难不成 宛如姑娘有什么难言之隐 所以那晚上 明日请姨太妃 顾太医 那件事确实是宛如没有办妥 宛如羞愧啊 这不 前些日一直想见嫂子解释清楚 可惜嫂子一回来就闭门不见 嫂子啊 我知道你不是小心眼的人 而是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 来找你救援的是顾太医 不是我 你应该跟她解释 顾太医 我是要跟你解释的 只是 嫂子好几天都不理睬我了 我得先求得她的原谅 那你赶紧解释呗 好 Que .